纪扬超越之后,据说又有一条锦鲤诞生,那就是我们的海岚小天使,张俊宁,因为他终于得成夙愿,和周迅成为迎评CP。 2011年,张俊宁参加大学生了末时,说想在将来演戏时挑战同性,在被问及想与哪位女演员尝试合作此类剧情时,他毫不犹豫说周迅,那时的周公子凭着精湛演技,灵气逼人,成为大小荧幕的宠儿,想与他同框标系的不值反击。 张俊宁虽然出道叫完,但容颜出众,气质脱俗,加上演技上加,靠着白色巨塔,痞子英雄等剧集也有了一定知名度,虽然两个人咖啡上还是不能比,但美女家同性,尽管只是调侃娱乐,但也化其性十足,时隔多年,张俊宁终于如愿和周迅搭戏,在如意传中出演和如意姐妹情深,一生未改的海岚,如意传开播到现在,随着大猪蹄子,越来越不靠谱, 海岚也完成了从依靠如意,到反过来守护如意的转变,一蓝或是蓝役CP因剧情热点而生,不管占哪一对儿,都是对这对姐妹珍爱的认可,如意父亲视察和公事意外,落水身亡,海岚从乾隆处得知消息,惊痛不已,一片淡沐雨中海岚岳父死了,好心痛,好仿,海岚痛失岳父的托俗清奇之评论,瞬间冲淡的剧情营造的悲痛气氛, 让人想拍桌大笑,作为一部丧剧,如意转夫妻离心,后宫争得无所不用其极,可谓负能量爆棚,唯有海岚和如意之间,象征漫天阴霾中的一丝阳光,寒天雪地中的一支红梅,是后宫中仅有的温暖与亮丝,最初是如意在集邪照顾海岚,不时软弱, 怯弱了她被踩踏吞噬,那时的海岚遇到事情,只懂得依靠她的如意姐姐,是个阴阴阴的小哭暴,随着如意被陷害入狱,海岚在外孤立无助,又不甘心让如意后,半生毁在冷宫,绝境之中终于学会反击,接近皇帝实时提点,又在怀孕后,向自己下毒,明明怕得手都在抖, 为了如意能获就依然没有丝毫犹豫,难怪网友说勇气是意外,如意才是真爱,黑化后的海岚再不是曾经毫无主见的海贵人,从惧怕皇帝到应对从容,不多说话却出口就中空心,能让皇帝真心说出,朕就喜欢跟你说话,海岚的情商,话术绝对高阶段,这一点还体现在海岚三良良宇便挑着纯飞,将刚刚升了攀龙野心,对了晚大发去了花房, 而海岚之所以恋恶为燕婉,同样是为了如意姐姐,阿若备注求容,陷害如意入了冷宫,海岚便见不得另一个阿若,连为燕婉眉目兼长的有几分,向如意都成了罪过,这呀全后功我对你最好,为了如意掐天对的的海岚,男友力真是没人可比,虽然剧版在小说版的基础上调整修改不少,但是如意和海岚的感情逐渐高度还原,相依取暖,偷心, 相略的深情本就动人,经由周迅,张军宁的精湛演技,全是加上画面感的直观冲击,虐心,暖心程度比小说有过之而无不及,按照目前的剧情进度来看,如意很快就可以出冷宫了,接下来便是看如意展开反击,阿若惶惶不安,领合发,憋屈了这几天,终于到了畅换书心的时候了,闻山鬼。